美国和中国最大的矛盾在于 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 美国却不让我们摸 看了这一集的辛普森一家 突然发现 原来有些坑是躲不过去的 也许美国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我们还会再次重演 一个合格的主持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首先面对突发事件要镇定 即便胡萝卜被咬住了 也要面不改色 就在危机关头 电视突然一暗 妹妹丽莎表示 想看巴比娃娃 不甘心的巴仔 当即就要抢回遥阔 两人为此扭打了起来 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 争所谓欲望相争 鱼翁得烈 就在这时 电视跳转到了小麦最喜欢的儿哥 巴仔监测立刻关掉了电视 小宝宝看电视不好 如果这么喜欢的话 为什么不买CD听呢 巴仔的话一说出口 丽莎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在之后的日子里 全家都被儿哥所得磨 白天要听 晚上要听 就连在车里都还要听 巴仔从没像现在这样 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学校 就连放学之后都不想回家了 不甘心的侯莫 想要抢回电视的主导权 可不管怎么威逼利诱都没用 结果还惨遭小麦的教训 好在这时 马基带回来一个好消息 他买到了儿哥演唱会的门票 儿哥演唱会的消息 轰动了全阵 无数的父母带着宝宝聚集到了郊外 一时间这里成了宝宝们的乐园 可就在这时 没有意外的意外发生了 天空突然传来一道雷鸣 雨水瞬间就落了下来 小麦的超强汽水止尿阔瞬间膨胀 现场被大雨搞得一团糟 即便儿哥也无法安抚这些宝宝们 最后甚至引发了一场暴乱 警察们不得不前来镇压 宝宝们的破坏行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上百万美元 市长表示 这笔费用需要所有人一起承担 这样的做法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尤其是对单身者 老人 丁克家庭和同性恋来说 他们每年缴纳教育术 就已经履行义务了 为什么还要承担这些额外的支出呢 那些养孩子的家庭都是吸血鬼 女人的说法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餐厅老板抱怨 要额外印制儿童菜单 戏剧爱好者吐槽 幼稚的儿童剧太多了 一时间群情汹涌 纷纷号召要拆掉公共场所 的儿童设施 快餐店里的游乐缺拆掉 雕像拆掉 销车变成了老人专车 就连儿童玩具也被销毁 做成了公文包 孩子们看到这些改变都很难过 不仅如此 春天镇还颁布了最新的法律 如果有孩子在公共场所大声吵闹 将允许使用电机制止 马基看到这些消息也很难过 他找到活动发起者想要谈谈 希望以此化解对孩子的歧视 只要对方看到了孩子的优秀 相信很快就能改变观点 可就在这时巴仔抱着小麦过来了 表示他把奶吐到了包里 女人一看更加得意了 这就是有孩子的女人 和没孩子的女人的差别 马基见到无法说服对方 只能决定主动出击 他已经申请了家庭优先的联署公投 只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就能扭转局面 首先要做的就是募款 马基怎么也没想到 公投的第一波就失败了 就连有孩子的家庭都不愿意捐款 就在马基失望的时候 黄八皮突然出现 难以想象 这个吝啬的富豪竟然关心孩子 黄八皮表示 他很需要那些柔软又新鲜的器官 虽然这个目的很龌龊 不过黄八皮的做法也吸引来了其他人 毕竟跟着有钱人做选择 肯定会有好处的 一时间 马基的家庭优先公投 获得了大家的关注 双方的争论也愈演愈烈 对方甚至拍摄了广告 嘲讽马基的主张 这也让他感觉到了压力很大 侯莫表示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婚姻就是互相扶持 他已经有了反击的方案 此时的侯莫超帅的好吗 很快的 侯莫的反击广告就在电视上进行了播放 表示反对家庭优先的都是那些成功人士 他们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房产 所以不会真正关心春天镇的未来 视频的最后甚至还用起了心理暗示法 号召大家投票支持232号公投 马基一看可就急了 他们的公投是242号 不仅电视广告把数字打错了 就连宣传贴纸也错了 全都印成了 赞成反对242号 马基现在真的是绝望了 侯莫看到这一幕也很自责 眼尖事情无法挽回了 丽莎表示 他们应该行动起来 或许有些事情只有小孩子才能做 孩子们希望展现可爱的一面 这样就能感动他们了 可老毛的对色不以为然 他可是坚决反对家庭优先的 可就在这时 他感觉到了有点不对劲 发烧 投约 呕吐 难道是中了小孩子病毒吗 这下所有人都中招了 春天镇又将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